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九月爱用的产品 然后很抱歉了 九月份好像没上传过视频的感觉 只上传过一支彩妆的视频 然后其他的时间 因为大部分的时间我都是在家嘛 所以可能是跟朋友约会啊 跟家人聚会啊 或者是有其他的事情怎么样 所以就拍视频传视频的时间 就变得非常的少 所以想说赶在月末又回到季州岛 然后这几天正好有时间 这一天的时间下来来拍一支爱用视频 分享给大家 然后九月份刚才也提到了嘛 我几乎大半个月都在国内带着 所以其实跟大家分享的东西 一部分都是新品了 然后也是我这个月非常爱用的东西 我现在回到季州岛用的产品 还是之前上个月跟大家分享过的 所以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可是还是有两样东西 想跟大家这样分享一下 然后首先讲这支眼霜好了 这支眼霜是我在家的时候 我妈说它有好多支眼霜 然后这支不知道 它可能是自己之前买的时候 里面带的一支眼霜 就不怎么用 我说那你就给我用好了 我自己就拿来用 然后它这个产品 就是Iope这个品牌嘛 一博这个品牌 这个品牌我想大家熟知的应该是它家的气垫 不过我觉得它家的护肤品也是相当的好用 从回家开始就一直用这款眼霜到现在 就觉得真的是很润的一款眼霜 有的时候我可能在家就用润肤水 然后再用乳液 然后再涂一点眼霜 我可能就直接就睡觉了 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 脸上还是很润 我是这个整个眼部的周围 一直到这个三角区 这个T区 就是八字纹这边 我都会用到 所以就是这边就摸起来就感觉润润的 其实为什么呢 因为我最近赵静在化妆的时候发现 我这边的纹路越来越深 所以就很害怕它们变得越来越深嘛 就不敢大笑还是怎么样 有的时候就在擦护肤品的时候 就会这样退一腿拉一拉 对免得它越来越深 所以用到这款眼霜也是 我觉得它非常非常的润 到目前为止 我还没有觉得说它去皱的效果有多好 但是它润肤的效果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我自己真的很喜欢用 有的时候就几乎会用到脸颊这边来 然后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护手霜 然后这个护手霜 其实就是真的是我在随机 在免税店逛的时候 就觉得好像很好闻的样子 就买下来 因为The Body Shop 媒体小铺这个英国玫瑰这个系列 我有用过沐浴乳 还有用过就是那个身体黄油嘛 然后两款我都没有用完 现在收下来 因为还有另外一套在用 所以把现在用一条用完 我会接着再把之前用的那套拿出来 接着用了 然后就买了一个同系列的这个护手霜 这个护手霜就是跟 整个系列就是一个味道 所以我自己是很喜欢这个玫瑰精油的这个香味了 很喜欢 所以就一直把它放在包包里面用 就没有几天看起来很脏 很润的一款手霜 而且它用起来的感觉是完全不会黏膩 很好吸收 很水润的感觉 然后手上还是香香的 不是那种很刺激的那种花香味 就是很淡 有点粉色玫瑰的那种感觉吧 不是红玫瑰那么浓郁的那种玫瑰的香味 而且就是淡淡的那种花香 很好闻 护肤品就是以上所述两种 然后接下来都是彩妆的产品 然后首先跟大家分享这个眼影 经常光顾十月锦的一位朋友 他送给我的这个眼影 是这个Burberry单色眼影100号 Gold Copper No.100 100号眼影 就是很好看的一个 大地色系的眼影吧 然后它有隐隐的珠光在里面 我今天用的这个颜色来打底 然后上面有加其他的颜色 不过它单用起来 也是非常自然的一款颜色吧 然后能买到这款眼影的话 我建议你可以试试看 真的是很好看 非常自然 如果你不喜欢那种太浓重的妆 而是喜欢比较自然一点 适合上班啊上学的时候 化的妆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眼影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然后它的珠光也不是很重 就是能看得有点细细的 非常细的那种银色的那种珠光 然后用起来也是非常自然 很好上色 很好晕开 而且完全不会有 就是怎么说呢 结块啊 或者是眼影粉飞掉 太飞的感觉 就是整个眼影用出来的感觉非常非常好 是唇釉 然后是YSL这款方管的唇釉 它是9号 就是我嘴上现在用的这个颜色 然后刚刚我在化妆的时候 也有直播嘛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我直播的回放 里面有用到这个颜色化起来 我今天唇妆其实化的还挺久的 我慢慢的勾这个唇边出来 所以就怕化到外面去 所以就很小心的来化 可是整个化完这个唇妆的效果 就是显得我人非常非常的白 我觉得这个9号很适合我的肤色 跟我现在用雪花秀气垫的这个颜色 也是搭得起来的 就很喜欢这个颜色 我是在微博上看到 呃 MISS两点半 好像是她吧 有分享这个 有转发这个 呃 唇釉的微博 然后就看到颜色真的超美的 所以就被带入坑 也淘了一只这个 9号方管唇釉 真的超美的 很好看 推荐给大家 如果你喜欢红色的话 我觉得这款你绝对不能错过 它是 它不是那种完全的大红色 而是有淡淡的那种橘色的感觉 混在里面 就是是红 可是没有那么正统的红 而是偏橘红的这种颜色 反正很喜欢 很喜欢 这款也是我新买到的 不过我暂时还没有用了 我有在斯福兰的那个店里 有试用到它 然后决定要买它 这个是斯福兰唇膏 多少号啊 AN34号 它的这个号居然在里面 对 大家去斯福兰柜台的话 可以试一下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我觉得我自己用起来 跟麦克的Rubiu非常的像 我自己那款Rubiu送给我嫂子了嘛 所以就想说再买一款 差不多的颜色来用 然后那天跟朋友约约出去吃饭 然后在等朋友的时候 就旁边然后有一家斯福兰店 那时候就想说进去转一转好了 然后在看到斯福兰彩妆的时候 就听店员说 现在唇膏这个N系列 是在一加一做活动 所以自己有买到一只这个红色 然后有买一只橘色的送给我朋友 所以这是新的 大家看我还没用 我一次都没用我 那试给大家看 对它要比怎么说 要比Rubiu再润也 没有Rubiu那么干 很水润的一款纯纲 反正用起来颜色很好看了 然后价格也不过一百多块钱 当时一加一一百多块钱 买到两只非常的划算 所以就建议去大家去斯福兰 试一试这个纯纲的颜色 斯福兰纯纲颜色也有很多 我觉得不管什么肤色的人 应该都会找到适合自己的颜色 我自己是很喜欢这个颜色了 所以就把它买回来 接下来这件产品也算是比较大件的这个产品了 然后也是我妈给我的这个一个彩妆盒 然后它是亚世兰黛的这个旅行装彩妆盒 是这种皮脂包装的 然后带这种手提袋的这个彩妆盒 然后我妈她自己有好多彩妆盒 又大概三四个了 还是几个 我就说也用不完 然后就送给我一个这个亚世兰黛的盒子 大概就是像这个样子 首先它这个盒子里面的组合就是有一只睫毛膏 这个睫毛膏我之前也用过正装的产品 这关系应该是正装的 然后这个睫毛膏怎么说呢 我用起来会稍微有一点点晕了 但是如果好好把睫毛夹得翘眼 再用它的话就其实还好 你不碰水的话就还好啦 嗯对这睫毛膏 反正偶尔我会拿起来用 然后这个唇膏我有在上一支彩妆视频里面介绍过它 它是这个15号 Signature Lipstick 15号 Woodland Berry这个颜色 是非常适合秋天来用的一款眉红色 是怎么讲很自然的一款颜色吧 涂出来并没有像包装的颜色这么深 而是真的很好看的一款日常的颜色 我跟朋友们出去约会啊 跟鬼门出去逛街的时候 用到这个颜色 大家都说我的唇装颜色很好看 所以推荐大家可以去亚世莱大的柜台试一试 这个颜色真的很棒 然后这个带了一个彩虹刷 但是我觉得它这个刷子的这个 这个刷头我不是很喜欢 所以都很少用 偶尔紧急的时候会拿来刷一刷这个彩虹 不过它这个刷头就是一下会戳起来太多 又抖不掉 然后戳到脸上的时候就整个一块粉红在这边 所以这个刷子我是很少拿起来用啊 很少再用 对 然后另外工具还有前面镜子下边 有带两个这个眼影棒 不过都是这种海绵头 我自己很少 最近很少用海绵头 不过旅行的话 拿起来用还是很方便的 可能就是这个腮红跟眼影 腮红我自己觉得应该是220号的腮红的颜色 跟NARS那个高潮很像 不过没有金色的那个珠光在里面 只是单纯的跟NARS那个高潮粉色的那个感觉很像而已 就是没有金色的珠光 对是很好看的腮红颜色啦 我上一支彩妆视频应该用的就是这个盘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上一支彩妆的视频 然后眼影的组合也是很日常很好看 想画淡一点的话就可以用中间这两个颜色 或者是这两个颜色来组合 然后画烟熏妆的话 就是四个颜色可以混搭起来用 然后我很喜欢这个棕色跟紫色 就是怎么说呢 我自己想到搭配就是用这个粉色来打底 然后用紫色来做这种加深 然后用棕色画眼睛下脸后半这一段 然后用这个附近色来提亮 所以整个用起来上过就会很好看 是我觉得很漂亮的一个 很美的一个眼影的组合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包包 然后这个包包也是在我回国之前收到的一个包包 然后也不能是在我回国之前了 我回国之后收到的寄到季州岛来 但是算是一个韩国的一个本土品牌了 然后他们家的包包我都很喜欢 我有一款铁链的鞋块包 有一款黑色的这个双肩包 然后黑色双肩包很不幸的 因为行李装不下 所以就留在国内的家里 然后这个包包的大小跟我头比一下 大概就是这么大 嗯 对是很实用的一个包包 然后它很宽 它有三个拉索 就是很怎么说呢 很实用的一个大小吧 你说它大也不是很大 但是它很能装 几乎平常日常你能想到的一些小件啊 什么零钱包啊 钱包啊 化妆包啊 手指啊 黄色也是是我自己很喜欢的这种卡齐色系的这个绿色 然后跟我自己秋冬穿衣服的风格很大的起来 因为我秋冬的衣服其实颜色并没有很多 都是大概黑色系 棕色系 或者是裸色系的衣服 所以就选到这款颜色 对 跟我的衣服都很搭 按照惯例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个月爱听的歌曲 然后首先第一首是这个阿拉西兰组合的这个 Power of the Paradise 这首歌在奥运的时候就有出嘛 我有在综艺节目里面 就是因为节目里面有看到这个 就是他们在现场的唱 然后他们在九月份中旬的时候 在这个月中旬的时候 这个单曲才发行出来 然后网上才下得到 所以就赶快下下来听 可以QQ上可以下的时候就赶快把它下来听 就是很好听一首歌 非常的正能量 因为毕竟是奥运会的主题歌嘛 所以就怎么很正能量 然后听完心情就很好 他整个旋律也好 他的这个歌词也好 就很喜欢那首歌啦 然后第二首是这个Martin Smith Martin Smith是韩国的一个双人组合 一个歌手的两人组合 然后是我之前在看这个选秀节目里面的时候 看到的两个人 就是从他们台选的时候 一直到最后 都是我一直非常关注的这个歌手 所以就在他们比赛结束之后 也有一直在找他们以前唱过的歌来听 翻唱的歌也好 新歌也好 都有饭来听 想知道这首歌就是 真的是很好听 很好听 我有在上这视频里面当作背景音乐来用 所以大家可以去听一下 然后这个月电视剧 啊 我有把泰剧那个黑帮一龙帮看完 很 怎么说呢 就是很适合来打发时间看的一个泰剧吧 对 然后其他的日剧也没有追 这个月没有追 然后韩剧也没有追 不过最近有在想追一些新的日剧 或者是英剧 啊 我有追那个英剧 维多利亚 很好看的英剧 我很喜欢看英国历史剧 或者是英国时代剧 就很喜欢 很喜欢维多利亚时期的那个 那个电视剧 或者是就是 怎么说呢 战争时期的那些英国电视剧吧 很好看 很喜欢 所以都在有追 OK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么多 之后应该还会有分享的视频 不过暂时还没有定主题了 对 大家如果有想看的主题的话 可以留言 分享 告诉我 你们都想看什么样的主题 今天吃什么的主题 最近拍起来可能会有一点点不方便 对 之后再跟大家在微博上分享 然后有机会的话 还是会跟大家分享 直播啊之类的 或者是微博之类的 通过其他的方式跟大家分享 不过我是不会放弃 今天吃什么这个单元了 之后还是一定会拍 所以不一定是什么时候 大家就不要着急 希望大家可以耐心等待 之后一定会有更好看的内容 分享给大家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我的微博 关注我的土豆频道 我的YouTube频道 我的YouTube频道 对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 然后新朋友们记得一定要关注 记得点赞 希望这支视频大家看得开心 我们下支视频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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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